三国时期 刘章发现张松私通刘备 处死张松 刘备和刘章关系绝裂 刘备强攻一州 刘章派招任祖祭刘备 刘备军师庞统在作战中中了刘史身亡 刘备进退不得 刘备前使回荆州 命令张飞 诸葛亮领兵晋川增援 张飞一路平定蜀中郡县 兵至江州 八郡太守颜言依靠城池进行抵抗 张飞强攻打不下来 就用机又使颜言出城作战活捉了颜言 张飞大声问 我们的大军攻打过来 你们为什么不投降而胆敢迎战 颜言说 你们没有信义侵略夺去我们的州郡 我们这里只有断头的将军 没有投降的将军 这可把张飞快气死了 就让人把颜言拖出去斩头了 但是这个颜言又表示 砍头就砍头 没有什么好去怕的 张飞这个时候 倒是佩服起来了颜言的勇气了 所以就把颜言给放了 做起来了张飞的宾客 此后 颜言成为刘备账中一员猛将 要排队